这个家伙呀叫做孙准浩 被辽宁警方拘留了 刑事拘留基本上就出不来了 连我们外交部都惊动了 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足球反腐啊 为世界都做出贡献了 外交部的发言人汪兵对此都进行了 这个公告 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处理有关案件 保障当事人的各项法合法权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韩国大使馆也在说的说这个事啊 大概是说这个韩国媒体为他名不平 韩国驻华大使馆啊 关注这个泰山外援孙准浩 正在接受中国警察调查问题啊 什么升级版国际狂飙啊 中国外交部披露有相关事情的细节啊 我们这个反腐都为世界做贡献了 都替世界封清气正 都替世界做了这个 反正吧 反正他就被抓了吧 因为行贿了 他怎么还行贿呢 拉踢球你不就好好踢球吗 涉嫌非法 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山东队也成了重灾区 而且是在这个机场被抓的 就行了 这会行了就会 这会热闹 这会这个瓜有的吃了 好 慢慢